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 今天带来1983年上映的加拿大犯罪恐怖片《幕布背后》 为了演好某个精神病患者 著名演员萨曼莎这段时间尝试过各种努力 还根据自己的理解为角色加了戏 可却一直得不到导演老克的赞许 无奈之下,他只能请老克帮忙配合演场戏 假装事业不顺患上精神病 以此混入精神病院实地去裁 近距离观察精神病患者们的言谈举止 增加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凭借着过硬的演技 萨曼莎轻松骗过主治医生 只要能把戏演好,她愿意尝试一切 哪怕是以患者身份进入精神病院 然而精神病院的环境比料想中要糟糕得多 萨曼莎每天都得忍受其他患者的折磨 所幸这些折磨都不具备攻击性 忍一忍就能挺过去 当然除了忍受折磨外 萨曼莎自己要趁此机会磨练自己的演技 绝不能让医护人员看出来她是正常人 因此她每天都像疯了一样 做些自己平时无法忍受的事 次数一多 萨曼莎竟开始有些分不清 哪个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 到了第五次近期探望时 老克震惊地发现 萨曼莎眼神涣散 精神状态非常糟糕 对此萨曼莎表示自己能忍 身为一名演员 一定要把自己饰演的角色理解到位 可她万万没想到 老克竟偷偷阴了她一手 为了防止萨曼莎真的发疯 影响拍摄进度 老克私下联系了六名被选演员 打算从这六人中挑选一人代替萨曼莎 他们基本都是小演员或新手 有的甚至只有梦想 平时要做别的工作 很快这件事就上了报纸 萨曼莎看后气愤不已 老克也太过分了 我仍还在精神病院取材 可她却连被胎都找好了 这种事谁忍得了啊 小金是被选演员之一 在男友的帮助下 她得到了这次试镜的机会 然而在试镜前 她却突然做起噩梦 梦到自己在开车时 被自己的人偶挡住巨路 她本想仔细查看一番 结果人偶突然苏醒 并抓住她的手 一进刹车的车辆也莫名启动 朝着她急速驶来将她吓醒 小金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噩梦 结果没想到 暗处真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她 等到机会后 躲藏在暗处的凶手突然出手 挤刀下去要了小金的命 凶手方案如此干净利落 很明显与小金有深仇大恨 转眼到了试镜日 除了遇害的小金 其他奔选演员均已到达止境地点 老克的豪宅 老克并不知道小金遇害一事 因此便以为小金是临时有事 没法赶过来 就在老克兴致勃勃地介绍试镜内容时 萨曼莎突然出现在豪宅之内 她表示自己要参加此次试镜 老克是萨曼莎的老朋友 之前坑了萨曼莎 现在自然不好意思再坑一次 无奈之下只能装作绅士 答应她的请求 这里没有外人 脱口秀演员陆姐也就懒得装样子 直接向老克摊牌 只要你能把机会给我 我可以接受潜规则 一直没有红过的镇里一听后 更是当场之言 表示可以为老克奉献一切 看到两人如此没有底线 兵妹和舞女非常无语 机会可以给萨曼莎 但这并不等于最后会选她 无论萨曼莎怎么谴责 老克都坚持要她和其他备选演员公平竞争 路过的兵妹无意偷听到了两人的谈话 老克发现后直接将她叫过来 说是要探讨剧情 结果实际上却是想搞潜规则 兵妹比较天真无邪 没有任何防备 因此着了老克的道 事情已经发生 兵妹只能说服自己 接受已成的事实 为了忘掉烦恼 她决定外出游玩散星 顺便溜个兵 想想如何为未来规划路线 只是溜到一半时 收音机竟突然停止运行 看样子好像是出现了故障 而一旁的雪堆里 似乎藏着一个人偶 兵妹本打算把人偶挖出来看看 结果面具杀手突然从后方急速靠近她 并且还拿出了镰刀 兵妹发现不对 第一时间便选择逃跑 但很遗憾 虽然她以负伤为代价 躲过了凶手的第一轮攻击 但眼前这名凶手对目标异常执着 兵妹刚以为自己已经安全 就被凶手偷袭 香消玉运 对于兵妹的突然消失 老克还以为她是接受不了潜规则 一气之下离开了这里 萨曼莎虽然遭受了老克的语言攻击 但却从未放弃示尽 无论老克如何羞辱 这次的出演机会 她都要定了 反正已经撕破脸 不需要再顾及老克的颜面 老克看后恼羞成怒 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 她故意以饰演为名 拿起一旁的面具 要萨曼莎戴着面具饰演丑爵 美希明曰 教其他演员演戏 萨曼莎无法理解 老克所描述的古怪角色 因此在表演时水准尽失 被老克抓到机会 当成反面典型 当众批评 露姐对生患精神病的主角 有独到的理解 因此便主动找老克面谈沟通 但老克一直不置可否 令她很不开心 气愤之下 她忍不住指着老克狂喷一顿 结果老克却笑了笑 称露姐在骂人时 很有剧中主角的味道 这话搞了露姐十分矛盾 要不要离开这里呢 我好像没啥竞争力 但老克似乎又有点欣赏我 接连失踪两名备选演员 老克事后仔细一想 这明显是有问题的 难道他们的失踪 是萨曼莎导致的 由于没有证据 萨曼莎只要不承认 老克就拿她没啥办法 哪怕她的嫌疑在几人中最大 凶手干掉兵妹后 并未停手 甚至还主动挑衅 故意暴露兵妹的尸体 珍妮在洗澡时 总感觉浴室里 有人影在闪动 并且马桶上还出现了血迹 装的胆子 珍妮打开了马桶 只见马桶内兵妹的头颅 赫然进入眼帘 见此情景 吓得腿发软的珍妮 立刻将此事告知给了老克 但老克听后 却觉得珍妮在说谎 哪有什么凶手 珍妮无非是想把其他演员吓跑 跳过竞争环节 直接上岗 这里的演员 各个心怀鬼胎 老克很清楚这点 验证一下果然如此 珍妮所说的兵妹头颅 根本不存在 眼下能做的 只有用身体安抚珍妮 见老克又在乱搞 萨曼莎怒火攻心 再这样下去 我的机会 岂不是要拱手让人 不行 我绝对不能允许 这种事情发生 没过多久 存在感较低的舞女 也被凶手盯上 角色竞争人数再减一人 紧接着老克 宜珍妮也成为凶手的目标 凶手闯入老克的房间后 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连开竖枪 将老克和珍妮双双射杀 老克的摔助手也没能幸免 音乐家波比听到枪声 又见到老克和珍妮二人的尸体 终于知道自己身陷险境 原本波比准备 用最快的速度 驱车逃离此地 结果没想到天气太冷 导致车辆无法发动 为了防止被凶手找到 他只能躲进附近的仓库 没办法外面太冷了 豪宅又是最危险的地方 这一带荒无人烟 求助路人是不可能的 仓库里虽然有汽车和摩托 但都缺少零件无法使用 就在波比无可奈何之际 躲仓在暗处的凶手 突然对他展开攻击 幸好他闪避及时没有中招 凶手的身手很差 不靠偷袭 基本杀不了人 利用这点 波比故意露出破绽 吸引凶手靠近 然后再找机会反击 终于将凶手制服并打晕 趁凶手晕倒这个机会 波比决定一堵凶手的真面目 可谁知凶手尽是装晕 还好波比命大 再次躲过攻击 并飞速逃离此地 只是等逃到了仓库的后门才发现 老克不知为何把后门封住了 导致波比无法逃出仓库 万般无奈之下 波比只能找地方躲避 结果躲来躲去 竟在无意中发现巫女的尸体 还好波比强人的恐惧 没有发出叫声 又寻找雷震后 波比找到了一个 可以容纳他的墙角通风口 凶手在这转了一圈 不见波比人影 最终只能信心离去 波比担心凶手中途折返 于是专门多等了几分钟 然后才尝试逃跑 只是没想到 在这几分钟里 凶手竟通过绕后 进入了通风口 波比遭到偷袭 被凶手残忍杀害 如今还活着的演员 只剩萨曼莎和陆姐 在任先聊过后 萨曼莎终于向陆姐说出真相 因为不满老克的背叛 她一气之下干掉了老克和镇尼 现在报完了仇 她不想再徒增杀戮 因此希望陆姐和其他被选演员 赶紧离开这里 可陆姐听后却没有离开 原来除了老克和镇尼以外 其他演员的遇害都是陆姐造成的 为了得到这次的出演机会 她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萨曼莎对陆姐没有防备 最终惨死于陆姐刀下 为何陆姐的思想如此极端 主要是因为她曾经患过精神病 康复后则以说脱口秀为生 当然这个康复只是指病情稳定而已 如果受到刺激还是会发病的 当演员一直以来都是陆姐的梦想 为了追求梦想 她什么事都做得出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